一般来说故事第一集免不了 不小心遇到 就像我们之间见面的那一段 是有点老套 男女主角从不来电 直到被天照 编剧写到不睡觉 借着你我会演到 热烈火吹响 向来向去都踩不到 的确太妙妙妙 人本的圈套 套套套 把我们偷牢 如果不拥抱 好 观众无聊 时时刻问我 将生死掉 遥遥遥遥 事实我却早早早早 新鲜的法宝 每个桥段有观众就好 辛苦的预长下周会揭晓 这毕竟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 也是啊 几分钟之内就有你做一辈子的决定 我这次我老公好像也太霸道了 但是我的心意 全部都在这戒指上 好 那我等你答案 不要让我等太久 如恩 这儿的下午茶挺不错的 我请你吃 好啦 这儿的咖啡也不错 走嘛 我很想跟你聊聊呢 怎么样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谢谢 您也不客气 您好 这是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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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哪能吃啊 开玩笑的吧 又到这里了 快走 杨如恩在这饭店正往你房间去 完了 杨如恩要来了 你说那你记者 李宗盛 走 我们赶快走 抱歉 再补你一次浪漫的约会 快点 快走 快走 后面有人 怎么办 你干嘛 你干嘛 他怎么在那边 怎么在那边 怎么办啊 他怎么着我们在这儿 现在怎么办 不要慌 有我在 可是 你躲起来 我去打发他 不行 他之前看过你 如果再被看到的话 他一定会打出我们灯的 不行 怎么办嘛 你不变硬弯变 我们先不要应声 让他知道这里没有人 可是万一他不走 守一天一夜 我们都有一辈子 噓 明明 有人在吗 抱歉打耳了 客房服务 对不起 明明 好段段约会又被我搞砸了 我们得趁机者上海之前 赶快离开 嗯 嗯 我知道 等一下我们分开走 你放心 如果被他看到了 我绝对不会说跟你在一起的 走吧 明明 走 走 走 对不起 嗯 没关系 干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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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 葱 一 呢 黃 咱特 何 麥 不可能凭空消失嘛 其实是 我们一起到饭店的 但是他把我送到这儿 人就走了 就这么简单 称职的经纪人 当然懂得帮艺人掩盖绯闻喽 你真是还开玩笑啊 我说杨大记者 对 Eason的一举一动 都被你们媒体摊在阳光底下 哪需要我来掩护呢 那个戴草帽的女人呢 我亲眼看见你带她上楼 是带她来见Eason的对吧 这个 我说 这 这这这 这衣服是哪个 是 你别想瞒过我的眼睛 那个草帽女穿着红白色上衣 配牛仔短裙 脚上还穿着一双红色高跟鞋 不过就是个女人嘛 大惊小怪的 沈佩妮 琼之间 有记者来自没跟我说一声 你看我邋遢的 对不起对不起 她好急呀 我先换一下衣服 好 如安 不好意思 我刚泡完澡忘了放水 全被你看到了 你可别嫌我是个拉桃女明星 我是不会承认的 崇智姐 现在几点了 我的通告是不是快来不及了 对对对 我光照顾她 我都忘了她要赶通告了 如安啊 不好意思啊 就让她换衣服好不好 如果她迟到的话 我会被骂死的 你行行好吧啊 好了 没事没事 没有没有没有 来来 先让佩妮赶个通告啊 谢谢你啊 沈佩妮 你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其实这个过程有点复杂 之后我再慢慢告诉你 我们先让佩妮去赶个通告好不好 除非你们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然我是不会走的 哎呀 其实 好了好了 我还是第一次 穿着月袍接受采访呢 先说好不能拍照哦 要拍也能换上衣服才能拍 你知道的 我现在跟Eason在拍玫瑰拍摄嘛 崇智姐怕我辛苦 所以好心帮我订了饭店 让我在空闲时间 可以在这边休息 今天第一次来 没想到就被你发现了 那Eason人呢 他也在赶夜戏 他也需要休息啊 总不会 别人家的艺人有地方休息 自己家的却没有 我 看来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崇智姐 这件事情 恐怕是瞒不住了 雨温接触过那么多艺人 一定很清楚 只有经纪人才会对自家艺人好 你对我这么好 他当然会怀疑了 你一定猜到了吧 没错 我跟崇智姐是在谈经纪约 但是我们还没正式签约 所以可以请你先替我们保密吗 真的假的 你也知道 之前都是我妈在帮我打理工作 但她贵妇心态太重 我总觉得 总是需要一个专业人来帮我 这次合作跟崇智姐一见如故 所以我之后结婚会亲里崇智姐 崇智姐 没问题吗 当然 当然 我一定安排一个时间 让你专访我们家佩妮 不好意思 先让我们佩妮换衣服 我们赶通告啊 佩妮 佩妮 哎呀 如温啊 哎呀 让你专程跑这一趟 谢谢你啊 改天我一定请你喝咖啡啊 来 来来 嗯 那我就不送了啊 好 慢走 慢走啊 明明 明明老师 明明 给他 啊 啊 啊 伊森和佩妮不久前才传过绯闻 竟然还不必嫌要变成一家人 这不合理啊 这两人 不会是来真的吧 啊 伊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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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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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啊 快出来 明明呢 明明 你没事吧 还好小时候我妈好逼我学游泳 还有这根吸管 你知道吗 刚杨如恩的手差点就伸进来了 把我吓死了 没事就好 对不起让你刺苦 那恭喜两位躲过一劫 我功成身退就不打扰了 佩妮 真是太谢谢你了 幸好我刚刚在楼梯口遇到你 你又帮我们演了这么大一出戏 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那个杨如恩呢 大家是朋友 互相帮忙是应该的 嗯 倒是委屈明明老师了 让你躲在水里也是出于下策 真不好意思 没事了 不过 佩妮 你怎么也在这间饭店啊 嗯 我从家里搬出来 暂时在这里住几天 真巧 也是同一层楼 你 又跟伯母吵架了 是啊 我是跟我妈吵架 但你可别误会 可不是因为你 你的影响力可没那么大 怎么你看起来比我还难过呀 我又不是第一次离家出走了 但是这次不能赖在你家了 让明明老师误会就不好了 明明老师 你不用担心了 我也是艺人 在剧组我不会多说话的 我可以了解 一三保护爱情的决心 说真的 我很羡慕 佩妮 你敢不敢时间 既然房间都定了 不如我叫点东西大家一起吃 顺便谢谢你的帮忙 明明老师 你也一起吧 我 我 我不要 我没胃口 我想要先回去了 你要回去 那我送你啊 嗯 不行 你们现在不能同时出现 要是杨如恩还在楼下埋伏的话 你们不就自逃罗网了吗 嗯 佩妮说得对 而且就算杨如恩走了 谁知道楼下 有没有其他狗仔队盯着 那我自己回去吧 我到家打电话给你 好 等等 这套衣服别穿了 杨如恩认的 太危险了 我来想办法 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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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拿我的行李 拿我的带去 谢谢 明明老师 穷之妈咪 我不能穿出来自己衣服吗 我会很小心的 委屈你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伊森好 你为了伊森愿意这么做对吧 一方万一 你要记得 在你走出饭店之前 你是饭店的服务员 你真是烦死了 这套衣 根本就是没事找事嘛 小心点 那个话很重要 送我宝贝吧 我不是担心我的话 我就是担心你的薪水 好不容易赚来的钱 配客人多欧啊 放那儿就好了 谢谢 这是我自己的 不是说这个 小姐 我是不是见过你 没有啊 啊 我想起来了 有一次我跟你一同搭飞机 你就坐在我边上 你还记得 给你一瓶盐氧水吗 眼睛进纱了是不是 我就用盐氧水 你可以用一下 真的不要 谢谢 我看你还是拿着吧 等会儿我睡着以后 眼睛再进纱 就没人怪你了 颜耀水先生 颜耀水先生哦 你在这儿工作啊 遇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还想跟你说谢谢呢 上一次 上次的谢谢我收下 这次该我说谢谢了 来 干吗给我钱 要的 你不要告诉我 你没有拉过别人的小费 其实我 真的不用了 谢谢 你好像很习惯 聚集别人论你的行业 对吧 祝你 祝你 祝得愉快 姐弟恋看起来好像也蛮浪漫的 如果烧天真的是喜欢上一个比他大的女生 他周幽的朋友真的会祝福他吗 哎呦 想那么多干嘛 又不是真的是烧天 嗯 我先让玫瑰和嘉宾搞一段姐弟恋 这样看起来比较游戏 妈 你在了 事业所很大嘛 还值得要回来 你以为我想 昨天 周姐说怕了兔子关网做得不够好 所以把我们一帮人关在会议室里面开会 我是趁她上厕所的时候偷偷溜回来的 啊 妈 你接了新案子吗 什么戏啊 是一处苦命骂骂收拾儿子烂摊子的戏 姐也真够懒的 却要劳驾她的师父亲自出马 要不是你这个外行先杂后奏 我和玫瑰也不用帮你善后 拜托 我可是电视儿童 我最能代表观众的心伤 并且 结局我已经想好了 周姐姐 你看 玫瑰和芳芒 虽然之前爱得轰轰烈烈 可惜没有修诚正过 玫瑰伤很累累 但是最后 她终于领悟到 漠然挥手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最爱她 最适合她的 其实就是从小 伴着她长大的嘉明 这是我的结局 男女主角最后没有在一起 观众会买单吗 我认为 你主角的幸福更重要吧 嘉明比玫瑰的年龄小很多 观众想的不是他们 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而是想着他们在一起 困难重重吧 拜托 爱情和年纪 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相信嘉明 一定会让玫瑰幸福 你的意思是 你不反对姐弟恋 我为什么要反对 如果只是因为年纪的关系 错过了一段真爱 岂不是得不偿失 可是到目前为止 玫瑰一直爱着方了 你要怎么把 玫瑰和嘉明 熬到一起呢 只要有爱 什么 对我肯 那如果玫瑰对嘉明不是爱 她只是累了 暂时想找一个依靠 对嘉明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就算只是依靠 也没有关系 找姐就会懂得恶心就好 你刚才说什么 姐 我说 你不要告诉我你喜欢玫瑰 不可以 这绝不可以的 我本来想挑一个时间和你说的 但既然已经脱口而出 我也不想隐瞒了 对 我喜欢王明明 并且已经很久了 你不要开这种玩笑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 你干吗那么惊讶 我为什么不可以喜欢她 因为你们是姐弟关系 这我不能接受 我们又不是亲姐弟 算了算了 看来我还没有调准时间 总之等你情绪平稳之后 我们再谈好了 我不想说了 我很累 我要睡 你把话说完 不准睡 少天 妈知道你跟明明感情很好 但你一定是没有搞清楚 既然你不让我睡 那我宁可回去开会 喂 卓杰 我没有溜澡 我只是去买咖啡 好 我马上回来 童少天 你给我站住 童少天 童少天 你给我站住 早日都回出事 我就不该让他们 走得这么紧 谢谢 剪正事 谢谢 光顾 中文 什么时候才回来 这个广告客户就是这样 每次就突然来个电话 叫马明马上去开会 应该很快就回来 我们刚刚点的餐点还不错吃 要不要点一份送你房间去 你是在下主客令吗 我不是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难道你对面站的人不是明明老师 你就这么没兴趣吗 佩妮 你干嘛这个样子啊 面对我 你就这么尴尬吗 我去外面看一看 看一下记者是不是还有在买 Eason Eason 我有话对你说 我先去外面看看 Eason 爱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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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 我以为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也以为我心里的情绪已经整理清楚了 但不行 我没有办法 看到你 我更是不能控制 尤其 我看到你跟别人在房里约会 我很痛苦耶 Eason 佩妮 你真的很好 但你知道吗 爱情不是很好就可以成立的 难道我真的不行吗 难道我真的不行吗 看来我最后一次争取还是失败了 对不起 你不用可怜我 我要是没有替自己争取 那才叫做可怜 我不是可怜你 我真的打从我的心里佩服你追求爱情的勇气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遇到一个帮你值得争取的人 会吗 会有那个人吗 会 一定会有的 可惜 不是你 我再下去看你还有没有记着你 不用了 是我该回自己的房间 我的世界 打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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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一段简单快乐的爱情 难道是奢侈的愿望吗 我想牵着你的手散步 想靠着你听你说话 这么单纯的要求 却是困难重重 前一刻 幸福不是还在眼前吗 怎么会晃眼即逝呢 努力工作会得到肯定 辛苦会有代价 但鼓起勇气 爱上一个不可爱的人 再认真也不一定会有结果 看着他会心跳 狠心不看他会心痛 想把这份不属于自己的爱丢掉 又好煎熬 相爱的两个人相守一辈子 浪漫的爱情故事不是都这样写的吗 但为什么我们走不到那一步呢 爱一个人怎么会这么难呢 35几会是自己的爱情故事不是要跟人说 到底有一个爱情故事呢 还为是子都没有耐熬 peaks高 nim evol ii結 explic 师父 你怎么不开灯呢 约会还顺利吗 我也不知道 算不算许多 你只要告诉我 你会和Eason拍拖吗 明明 Eason不是很爱你 你也很爱他吗 既然相爱 两个人就好好在一起 不是很好吗 我也想要好好跟他在一起 可是 没有可是 既然相爱 就好好地在一起 明明 现实一点 偶像剧里面那种惊天动地 纠缠不清的爱情 只是戏而已 师父 我真的不懂你在说什么 如果你不是戏和人生不分 为什么要和邵天搞暧昧 我跟邵天没有怎么样啊 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 邵天都告诉我了 他喜欢你 这家伙 师父 我只是把邵天当弟弟 我真的 我真的对他没有其他的感情 可是邵天喜欢你是事实 你为什么要让他对你产生非分之想 师父 你这样说会不会对我太不公平了 就当我这个做妈的疏忽了 没有让你们保持安全距离 可是现在我知道了 我就不能继续让你们这样错下去 我真的没有做错什么啊 邵天喜欢你就是一个错误 明明 我不反对别人谈姐弟恋 但我儿子不行 邵天怎么能喜欢上一个 比他年龄大的女生呢 这我不能接受 明明 我不是针对你 但是我希望你跟我保证 保证你不会邵天在一起 师父 我跟你保证 我真的只会把他当弟弟 我跟他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好 那你再帮师父一个忙 你跟他说 你绝对不会跟他在一起的 就让他死心 该说的我都说了 他不听我什么办法 你那么温柔 怎么能说出难听的话呢 你就全当写剧本 把所有难听的话都说出来 我都不想那小子 他不会死心 师父 你是想要了我们 连姐弟都做不成了吗 明明 烧天那小子他不会记仇的 放心 我会找时间好好再跟他说一次的 明明 你们电视台里面 有没有跟他年龄相仿的女生 介绍给他认识 烧天就是生活圈子太小了 天天围着你转 才以为他喜欢上你的 哦 好 师父 你不要再说了 我都清楚了 今天发生好多事 我想 我应该好好投入工作 才可以让我的心情平静下来 你也早点休息吧 你也早点休息吧 总算开完会了 都快累死了 他要实在叫我回来开会 我肯定挂他电话 这次真的有点夸张 这个会议时间 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 卓姐真要盯的话 还不如去盯剧本 剧本只出了不到一半啊 其实 编剧也很努力啊 他蛮辛苦的 妈 烧天 明明在工作 不要打扰她 跟我下去 你不要动不动地去找明明 明明有她自己的生活 你也该有你自己的生活才对 拜托 我只是送夜宵给她吃 明明有手有脚 她饿了会自己去吃 又不让你去鸡婆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是一个生活白痴 如果她真的饿了 她宁可把自己饿到昏天暗地 也不会自救啊 就算这样 送宵夜的应该是Eason 人不到你去搅货 妈 你可不可以明理一点 Eason他只会伤害姐 我心里清楚得很 Eason和明明相互喜欢 他们只是一点小小的误会 我们帮忙推一把 就能成就一段好姻缘 你不要坏事啊 更不能下搅货 对不起 我不能赞同你的说法 就算我不喜欢她 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 被人家欺负 为什么你就不能听我说话呢 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不专意喜欢明明 你知不知道 你比明明小很多 妈 你可不可以公平一点 Eason他也比姐小 那你怎么不反对他们 反倒是我 我认为你的儿子 你有必要这么对我吗 你非要逼我承认吗 好 我告诉你 姐弟恋再别人 OK 我儿子不行 我 你怎么可以有两套标准 我就是两套标准 你说我余福 说我手绣都无所谓 我就是不准你喜欢明明 你知道吗 明明也说了 他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门 你又找他聊过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我当然是要找 当事人了解清楚了 你干嘛这么多事 是我一厢情愿喜欢他 根本不关他的事 拜托啊 你可不可以理性一点 世上没有理性的妈 只有希望儿子好的妈 如果你真的希望我好 那就不要管我 你是我儿子 我不能管你妈 妈 我已经二十五岁了 我懂得是非黑白 你这么做 只会让我难过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你断送自己的幸福 妈 你已经快要断送我的幸福了 你是我妈呀 你看到我不幸福 你很开心吗 你干嘛 你干嘛 说你几句你就要离家出走 长大了 吃饭硬了是不是 妈 不是我长大吃饭硬了 是你老了 你不能接受新的观念好不好 你不要转移话题 你是不是要离家出走 吵架真的很伤感情 再这样下去 只会两百俱伤 所以我选择离开 你要到哪里去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总之一段时间之内 我不会让你见到我 还有 我们话说在前面 这是长期的抗争 我不会放弃王明明 我喜欢解犯什么滔天大罪了吗 真是不可理 有打字的声音 解赛家 我们两个都别来瞧我了啦 被你们搞得都夸不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玫瑰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再见了房某 再见了嘉明 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说年龄不是问题 都是骗人的 你们两个 都不是我的最佳选择 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吧 唯有认识自己 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幸福才会跟着到来 不会吧 我可不要脱鞋了 不会吧 我可不要脱鞋了 什么啊 熟男 在我的人生范本里面 没有熟男这个标准啊 导演 太油腻了吧 好 王晓明 太梦幻了 去哪儿找一个便宜的王晓明 不是 还不明明 认真一点呢 对了 就是他 成熟帅气又不能碰到 很合理啊 又增加个角色 左姐不会不接受吧 但是您最后期限呢 又不能不交 哎呦 别弄掉 快点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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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 你们在干什么 师傅 事情不是你想像那样的 对 妈 是意外 我是相信我眼前看到的状况 妈 拜托你冷静一下 先听我说 是啊 师傅 我刚刚不小心要跌倒了 然后少天扶住我 后来我 就跌倒了 对 妈 只是一场误会而已 你给我闭嘴 我还没有跟你算离家出走的账呢 还记得你跟我保证过什么没有 我当然记得 姐 师傅 喂 姐 我妈在戏楼上 你现在追过去 只会让自己更难堪 你觉得我现在不够难堪吗 我 你觉得我一起看 自己更难堪 我 也许让你到我 我只会有一个恋爱 别人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我都太卑微 爱上了谁敢反对 全世界还有谁 比你动我的泪 我应该去爱你要成为被羡慕的一对 写你的手 在人海中进退 什么都想着面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